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我们继续来看一个隔离空调的变频版 这个是刚刚拆包的,还是热乎的 故障现象的就是音流 像我们修音流修多的 我们不一定要上电 我们直接对经常坏的几个电阻 几个关键的位置进行一个静态的测量 好,我们首先测我们常常说的发塞电阻 R2502 470K 实测是466K 正常 然后这里有一个1K的电阻 我们测一下 实测是0.99K 然后还有一个100欧的电阻 我们找一下在哪里 应该在通讯电路这一块 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测一下 这个100欧的电阻我们实测是3.8兆 那么肯定是这个坏了 那么像这个空调我们拿上手的话 三分钟都找到这个故障点了 那么我们这个电阻先不忙换 我们先通电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好,我们现在上电 代替内机检测外机 我们来启动一下 看是不是报16 我们可以测一下这个100欧电阻两端的这个挑变电压 应该这个电压会 一边有跳动 一边是没有跳动 好,现在 爆出了16 我们来测一下这边的电压 我们首先测这个100欧的这边 3.3V高电压不跳动 我们测这个100欧电阻的另一端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个电压是在跳动的 那就说明就是这个100欧的电阻坏了 我们直接把这个电阻更换再来测试 好,我们这个电阻更换完成了 我们再来测一下这个阻值 好,现在是100欧了 100.08欧 那么我们再来上电测试一下 好,这边现在已经通上电了 我们稍微等一会 好,马上启动 好,大家可以看 这个检测仪上面这个故障就已经没有了 已经出现了自动状态 我们再来测一下这个电阻两端的这个电压 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这边是3.3V的高电屏 现在是在跳动 电阻这边也在跳动 好,也就是说这个电阻开路之后 它这个信号送不到这个单片机里面去了 那么这个16的故障就解决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电阻给它换一下 因为这个 470克电阻很容易坏 虽然这次这个没问题 我们给它处理一下 免得下次又出现这个问题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